领基础许IT月薪过万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成就IT黑马 第一个命令叫Boot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在这个命令的话 是咱没有提到的 打算扩展的一个内容 如何在命令行中快速删除光标前和光标后的内容 先来说一下这个题目什么意思 它想表达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往前翻 假设我现在这行命令我输错了 我想把它清掉 有没有什么快速键我们能把它清掉的 发现了Ctrl U 同学说的对 那么要让删除之前的 删除光标之前的 我们可以C T R L Ctrl加 不是H 不是H 然后要删除字后的呢 后面的那个叫C T R L 对 加K 加K 这个呢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命令 特别是一些命令特别特别长 然后呢 你要按住这个backspace 太累了 就是退格嘛 比如说我输了一长串命令 结果呢 发现我现在不想要了 直接回车 那万一这个命令执行有结果呢 对吧 那你按住backspace累不累呀 好慢好慢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按下快捷键 叫Ctrl加U 它就没了 那比较好用的啊 这个这个咱前面没有提过 所以这个的话就单独啊 作为一个东西啊 去记一下就行了 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删除我们TEMP目录下 所有A开头的 反正这个声音呢 我听到了很多种啊 还是找人听一个声音吧 王俊泽同学 最后一个啊 就是我这排最后一个同学 RM 根号 根号 不是根号啊 干啊 TEMP 然后呢 数管道 GIP 然后干嘛 先读一下题目什么意思啊 如何删除TEMP目录下 所有A开头的文件 给你一次重新说的机会 给你一次重新说的机会 怎么来 RM 杠RF 然后呢 是这样吗 有没有不同意见呢 有同学说-f 有同学说-f 咱能不能把这个意见给统一一下 要啊还是不要啊 不要 要一要一要 什么时候也是也是也在这上面 看张全文念家念证 他就不讲 注意这个答案是不要加的 为什么不要加 这地方都说了文件文件 又没说文档又没说文件夹 为什么要加二呢 加肯定也能执行 但是你这个题目就不对了 所以理想中文件下应该是不用加R的 不用加R的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系统有一些文件呢 需要备份 那么这个备份呢 我需要备份两个文件 一个是etc下的password 另外一个是就一个文件 把它备份到time目录下 我应该怎么做 cp 杠 etc password 然后到哪 其实后面这个wd呢 就可以不用加了 因为和之前 之前我们那个移动也是一样的 这个名字呢 虽然说可以改 但是也可以不改 不改的话 如果你不写的话 就默认是原名 如果你加上去呢 也行 也可以啊 所以这么写也可以 这么写也可以 都一样的 第四个啊 第五个 第五个呢 是如何查看系统中最后创建的三个用户 首先确认一下有哪个命令 为什么呀 最后是吧 那最后是不是在就是末尾啊 所以应该使用的是tale 杠 杠 杠 然后呢 查看用户在哪看呢 对了 etc下面的password password pwd password做习惯了 这就是查看最后三个创建的这个用户信息 这是第五题 第六题 什么命令 可以统计我们当前系统中一共有多少个账户 命令应该怎么写 再找一个同学啊 王俊泽同同学的同桌 高地营 wc 然后呢 杠什么 杠油 然后 然后怎么办 杠 横线 这几个杠里表述清楚啊 是斜杠还是竖杠还是横杠 斜杠 etc 斜杠 怕w 对不对 应该是对的 对 就是咱要不是对 要么就是错啊 不要应该 不要可能啊 对对 对是吧 那咱不相信的话 咱可以验证一下 wc 杠 l etc etc 下面的 34 对吗 又不敢确定了 咋这么多啊 是不是 34吗 一行不是一个用户吗 34个啊 对的啊 行 那这地方呢 34啊 这个东西答的是对的啊 没问题 这是 你用管道当然也行 因为这些东西呢 本身就很就比较灵活 要用管道怎么用啊 这个命令 keta etc 然后wc 干什么 这样也行 也行 就是前面这个输出错 后面这个输入嘛 但是 我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本身就已经在个文件里面了 所以用这个行不行呢 一样的啊 一样的 可以啊 可以 所以答案也不是唯一的啊 答案也不是唯一的 咱这个一个问题的答案呢 有很多种 只要这个结果对 就可以了 Pasword这个文件是 记录用户信息的一个文件 如何创建temp下面的test 操奖空服文件呢 tou csh 然后tmptst 这个比较简单 第八个比较简单一点 第七个比较简单 那么第八个 如何通过VRM 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可能比刚才这个还简单 是吧 然后 tmp tsttest.conf 这是 这个没了 第九个 第九个小题 如何 查看这个文件的 头三行和尾三行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和上面有问题 相似 第一个有哪个 head -3 etc pastwd 第二个命令 tail -3 etc pastwd 这是第九个 第十个 如何一次性的创建出这个目录 然后呢 杠P text 12 3 4 123 4 这是 11个 对啊 因为一次性创建 抓住这个关键词 一次性创建 那咱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前面这些东西 咱不管它 所以呢 一旦看到一次性啊 那么就要加上这个 杠P 杠P 第十一题 啊 第十二题 如何快速的返回到当前账户的加募 CD 波浪线 是吧 波浪线在这个笔记里面就变化了 不是长这个样子 就跑上面去了 知道它是波浪线就行了啊 它上天了 当然除了这个命令呢 还有一个命令 还有一个命令 当时为什么没讲呢 就是怕大家击混了 所以就没讲 我们当时讲的都是说CD加募录是吧 其实可以直接CD 可以直接CD 默认就返回当前账户的加募录 直接就回到自己加募录了 这个命令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当前的募录是不是跟募录啊 CD 不就回来了吗 所以这个的话 如果记不住的话也不用记了 咱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一个命令加一个参数 加一个路径很好记 对吧 突然又来了一个说不带参数的 就记起来就麻烦了 所以呢 如果不好记 咱就不要记了 两个都行 但是啊 12个 那么12题呢 再看下面一个 如何查看ETC下 所占的这个磁房空间 那么这个命令呢 今天我们做过了 D是什么 有同学说DF DF干嘛的呀 查看磁盘 所有的这个生育空间啊 磁盘不是目录啊 所以这里方不应该是DF 应该D LS-LH 这干嘛的呀 这是查目录结构的啊 不要搞混了啊 这个命令你能记得住是很好的 但是你不要把它含义搞错了啊 这个是查看目录结构的 应该用哪个 对 DU-SH 后面加什么 ETC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讲 DU-SH的时候 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嘛 行 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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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删除 TEMP目录下 所有的文件 RM-RF-TEMP 要钢心吗 用不钢心 最后一次机会 用还是不用 这个同学说的很对 要不要加 就得看要不要删除 TEMP目录了 仔细审题 仔细审题啊 下所有的文件 包不包含它 不包含 所以加还是不加 对了 应该加 应该加 所以题目一定要看清楚 题目一旦看错了 你觉得这题很简单 但是你就是不对 所以这边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题目 是这个目录下 所有的文件 不包含本身的 是下面的所有的 所以肯定是找里面的 你不能把它给删了 因为RM-RF 直接写TEMP的话 它直接会把这文件也删了 这个文件 文件夹也没了 里面东西肯定也没了 但是我现在题目要求是 只删除下面的文件 不删除它自身 所以这个新呢 一定要加上去 不要搞错了 尝试启动 阿达奇服务 并且检查 我们对应的这个服务 实话就启动 SERVI CES 后面还有杠吗 不要了 这个千万不要犯这个错 别到时候加个STOP 又加个RESTART 然后后面干嘛 PS PS 杠EF 速线 是吧 加1P 对了 这就可以了 这是第14题的这个答案 那么最后一题 使用以学的命令 杀死我们的阿发奇进程 这个命令叫 Po 然后 Igdpd 那么或者还怎么办 PS一下 然后查PID 再然后 TL 是吧 都可以 都可以 两个选一个 就可以了 那这些案例的话 回头呢 大家可以去 看一下 看一下 因为 我们所有的东西的话 其实无外乎也就是 这种类型的一些小的 小的命令 命令呢 也并不是很多 主要呢 一个呢 是记住他的一个命令 还有呢 就是记住这个语法格式 先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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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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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